湾仔金字经广场 朝早举行升旗仪式 行政将军李家超和夫人 有湾仔会展步入升旗仪式会场 入去会场之前 他先检阅在场外多知制服团体 升旗仪式由护旗方队和仪仗队拉开序幕 并且以中式暴躁进场 请各位面向国旗和拘旗并缩纳 向国旗进来 前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另外两位前特首林郑月娥曾荫权 众联办主任郑雁雄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崔健春 驻港解放军代表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 一众司局长也有出席 前全国政协副主席 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继续缺席 挂上国旗和拘旗的政府 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在空中敬礼 灭火轮喷水柱 联同水警轮在维港上致敬 今年继续不设公众官邻区 而在特区举行星期仪式之前 早上七点多中联办也举行星期仪式 中联办主任郑雁雄主礼 慶祝特区成立27周年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也在差不多时间举行星期仪式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崔健春和她的夫人主礼 中区警区指挥官汪威迅也有出席 无心事记者 流程欲不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